今天是一个猜箱 今天猜什么东西呢 在五月份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罗德举办的短片比赛 然后呢他正好里边有一个Vlog的单元 参与之后呢就会得到一件他的参与T恤 我是一个M号的 但是他给我寄的是XL 抱歉罗德 其实我想穿到外边去了 但给我寄的太大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 你的作品发上去之后呢 你需要一个拉票的环节 你拉到100票呢 就会得到一个麦克风 对 Videomac Pro 这个话筒应该是很多拍Vlog的朋友首选吧 很贵 1800多块钱 我一直想买 但是一直没舍得买 因为我一直用的是Videomac Pro 等会给你们看吧 因为今天这条Vlog我在拆箱的同时呢 我还会测试一下他的声音效果 Videomac Pro拆箱 他这个罗德的VMP加的话 应该假的会少一点 但是那个Videomac Pro真的非常多的假货 大家一定要认准这个中英公司的标识 然后可以扫码 然后可以关注他们的微信 验证真伪 然后拉出来 就是话筒电池和一个说明书 然后下面还有一根线 这个麦克风的重量很轻哦 但这个话筒它有一个好处是 它接上机器之后 即使你这不开机 只要你的相机开始录制 它也就会同时开机录制 这是和上一代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上一代因为总是要开机开机 就经常会录到没有声音的蔬菜 我现在手里边就是之前的那个Videomac Pro 这个防风噪摘了之后 它是这样一个状态 对 它其实就那么一点点 现在你们听到的声音就是Videomac Pro的声音 因为我主要是要测试它的声音的不同 所以我就随便说一些东西好了 我应该读一首诗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船前明月观好不好 船前明月观一世地上霜巨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拿着哪个话筒 那么就是另外那个话筒录的 这样是不是就会不会混淆 因为我拿在手里就不可能是它录的嘛 我来试一下Videomac Pro的小话筒 400块钱的话筒和这个2000块钱话筒 音质到底差在哪呢 差多少呢 你们可以戴上耳机 或者用音箱好好听一下 我继续我的诗朗诵 船前明月观一世地上霜 巨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船前明月观一世地上霜 巨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个测试也就差不多了吧 是吧你们可以听一下然后看看到底自己是买一个Videomac Pro加呢 还是买一个Videomacro 一个400一个差不多2000块钱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我呢我准备买一台卡片机的G7XM2加能的轻一点 因为现在用的是70D然后配上1018的头有点重 然后呢1018的头还是4.5的关圈 最大4.5的关圈就他对这个关线的需求太万胜了 当时的画面其实并不太好 因为是70D嘛他也没有那种2.8的大关脚 哎没办法 对 这呢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烟 对一个话筒测试拆箱的Vlog就到这了 拜拜